哈哈哈哈 哎呦 老婆真好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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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了朋友之后呢 就当然是马上放下行李行街街啦 哎呦 还不适合啊 我还以为给你喝 好喝吗 都是甜的啦 哪有不甜的 好喝 嗯 厨子 这边那一边 快会有点动 不知道 十几年没走这边 去年我好像在香港是没有行尖沙 因为大部分时间就在台湾 非法移民问题是今届美国大选的焦点之一 有人认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 令当地的卫生治安变差 也有意见说 强硬驱逐只是选举策略 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 钟卓熙在美国纽约了解过 我问我朋友呢 有没有看过 八一 一 不是 我确实记错 一八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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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女人呢 她就没认趣 她有其他事就 走开了 剩下我们两个 我陪她走着 这个一八八一 混习多个国际品牌 命店、时尚、食府、古迹酒店 以及一个以古迹为主题的展览馆 一八八一 一八八一 以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太空馆、香港艺术卷 以及尖沙咀、钟楼等地标建筑 都是一条街之隔 旁边都是九龙公园 港帖尖沙咀和尖冬站 天升小轮 现在巴士中站 交通四通八达 据明说 一八八一的建筑 极具特色 又有大型的广场 亦有百年股市 配合晚上特别之光设计 晚上我们也看不住 遇到一八一一的高贵不凡气派 网络讯息就这么说 我就不等晚上 因为明天都要离开香港 美国纽约寻求庇护者 重新安排中心 由学校改装而成 非法移民底部之后 就来到这里登记 高峰的时候 每日曾经有千多人排队 他们可以获得安排 入住教堂等的临时收容所 里面有免费膳食、衣物和淋浴间 纽约距离接约墨西哥的边境 大概二千公里 不过同样受非法移民问题困扰 属于共和党的佛罗里达 和德克萨斯州 前年开始安排飞机和旅游巴 将大批非法移民 运到纽约等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 纽约市议员民主党的庄文怡 是布鲁克林区代表 他说不少居民投诉 区内近年多了非法移民 令到卫生和治安变差 建议改革审查系统 加快移民筛选效率 多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和在我频道影片下的留言 两天前收到一个留言 他是这样写的 昨晚香港无线 男记者到访 纽约采访 非法移民问题 找到当区语言 庄女士 他括号说 台湾口音 他应该是大陆的 这是我补充说的 建议能够 这位网友就说 建议能否筛选好的移民 坏的移民 他绝口不提 由民所字眼 你觉得他建议可行吗 他绝口不提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说 庄文怡 我就找了那条片 应该说他给了那条片的链接 我就去了解一下 大佬 另外呢 说到台湾口音 应该是 另一个白色头发的 那是周语言 那个就是台湾人 庄文怡 我记得是 大陆的 他是出生于中国江苏 2007年来美国 深造 或者留学 好像大概 以前纳过他的资料 那大家一起跟我听一下 再分析 或者大家再看清楚 是什么意思 先再说 人手来收垃圾 磕磕碰碰的地方 就多了 我们没有更多的警察 来做巡逻 或者做这方面的服务 使得犯罪率增加 我们并不是说不接受移民 而是希望移民是好的移民 不希望有一些犯重罪的人 或者是什么黑帮的人 到纽约来 把纽约搞得乌烟瘴气的 多谢网友的留言 特别多谢这位网友的留言 大家一起听一下 听完之后 我又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感想 大家一起留言区交流一下 不是只有我一个老袋在那里 为何会是这样的 在这里呢 就 有点挂指 有个网友呢 他常常来之前我的 因为他进了医院 要做一个治疗 那这几天就没见他出现了 希望他 在医院的治疗 一起顺利早日回家休息 早日毫备了 之前呢 还在想 哎 想了一下 因为如果真的上不了 就当休息了 我也想 脱网 即不上网 过日子 即脱网的日子 但结果呢 我在牛寮街 买了一张 网卡 去到大陆 Facebook 是可以上的 Youtube 我都可以看到你留言 在大陆 但是 不能用大陆那些 免费网 酒店的网 直接用 就 上不了 好 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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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辣椒 有个辣椒 有个新肥饼 有巴海藏 辣椒 辣椒 有 辣椒 过来 过来 买模仪 什么钱 还要换 你包包 要 不到四秒才见 我说 我这是 曾 还 我 不是 我 我